嗨 歡迎來到巨匠汽車 我是張雲 相信你們有看到後面有一排的 特斯拉的充電站 我們今天不顧車 我們今天想要來跟你們介紹一下 21年式的Model 3 其實Model 3的20年式跟21年式沒有什麼差別的地方 在於是它一樣 一樣有公差喔 在這裡 這個部分 我大概提幾個我覺得比較值得講的地方就好了 要怎麼拉過去 對不起 我打劫了 走這裡走這裡 哎呀呀 像21年式的部分有電動尾門 然後它的邊框的部分是黑化 打手部分也是 然後框的地方我覺得變得比較好看 我比較喜歡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買這個版本 對 然後我們現在充的話就是差不多了 白色的地方就可以拔出來 剩下的我想要去車上給你們講解一下 它等一下會自己關起來 我先開個尾門給你們看 我最喜歡的電動尾門 嗯 超方便 這樣 而且空間很大 這是21年式才有的福利 那我們上車講其他的 好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21年它款式在內裝的部分有稍微小小的改變 但它裡面一樣是極簡風格 給你一個滿滿的大平台 那我先大概講一下 就是方向盤部分的話 它是沒有任何的接縫處 所以它摸起來手感比較軟一點點 那兩個這個滾紋的部分的話 塑膠改成金屬 所以人家說比較好推啦 可是因為我本來就是用到這個 我覺得一樣本來就很好摸 對 然後在開門的地方的話 它是用這種 新增一個圖式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很明顯的知道怎麼開門下車 不然很多人都不知道按鍵要按哪一個 對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好的地方 這一代它是會有雙層玻璃 很明顯 然後它的防夾很好 完全不會痛 對 不想示範 在裡面這個飾板的部分的話 它是帶給你的是雞皮的無線充 還有兩個 所以上車你就一個手勢很簡單 我就放下去就直接充電了 對然後它這個置物箱它給你的 是使用滑門的方式去使用 因為惡靈的話它是用升降的方式 所以它其實會有一種KK的感覺 然後這一代21年式的車主 非常的優秀 它給了我們64G的像特斯拉這種車身充 而且是你買不到你要從美國買的 所以我覺得很感動 它給我們很滿滿的小心翼 對 這個還不錯 因為你哨兵模式你可以交車的時候就可以有 我剛剛有先講過的就是電動股門的部分 這個的話我已經軟體更新過了 所以它其實可以後箱直接開啟 它也可以隨著你的升高去做一個升降的開啟 高度可以變換 然後你要直接關 因為其實我跟我朋友出去 他就說欸你幫我開後車箱 我說好啊我要關掉 我就直接按關掉就可以了 對 然後他現在不讓我關 哈哈 啊有了有了我按太多次了抱歉 我們要給它一點時間這種科技的東西 不能一次給它太多了 嗯 然後像2021跟它的差別大概是這些東西 但是因為我覺得特斯拉它給人家一種科技的感覺 是為什麼 其實有點是小小的我困擾著我 因為它可以用手機的鑰匙去開車門跟解鎖 然後它可以配對大概十幾個人都可以上下一個車子去使用 所以它會有像這樣 你可以知道說我現在人在哪裡 這邊有一個地址 然後你行駛中的話它這邊會寫行駛中解鎖跑多少公里 就是你現在時數多少他都會知道 像我爸都常常看 我爸現在都不打給我了 因為他都知道我現在人在哪裡 然後什麼時候回到家 啊我現在在充電嗎 我充幾趴了 它都可以看得出來 科技始於人心但是也有點蠻變態的 但是我覺得非常建議夫妻共用一台車 因為你都可以完全掌握你老公在哪 哈哈 我就還蠻好的 剩下的話我覺得內裝的部分就是大概是這些 其他的部分是在操控性上面 可以直接上路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對於女生來講啦 我覺得你今天買到這種車子 你本來不會飆吹人 你這台車子都會讓你很有 就是開車的那種速度感 很棒 那我們就 我們就直接 上路處 電車它就是很寂靜嘛 那它竟然給你的雙塵玻璃之後 它的隔音效果真的很好 因為為什麼 我跟我同事去跑客人的時候 他在外面 我在那邊滑手機聽音樂 因為它音質很好 所以我都會開稍微大聲一點 他旁邊這邊叫 你開門 我就不理他 他說很生氣跑到前面來跟我揮手 所以它的隔音效果其實相對真的有提升啦 因為我有上網網問過人家說 特斯拉隔音效果很差什麼的 可是我這一代我完全覺得 如果說以它這樣的競速性來講 它給我這樣隔音效果 我覺得已經是很棒的東西了 其實我這一個 我買的部分的話 我是買長程版 長程版的部分的話 它的差別就是 它的續航力是 從550 然後上升到580 那因為其實它還是會打折嘛 所以我才會買一個長程版 因為我覺得一台車 是畢竟我都要用得比較久一點 所以其實就像我充滿之後 大概可以跑500多公里 我覺得對你來說 你一天上下班 或是你要跑台中 高雄來回其實都還是OK夠了 然後長程版的部分 它給你的就是四輪驅動 四輪驅動的話 以前啦 都覺得沒那麼重要 可是我 以我這樣開一個多月來講的話 我覺得差很多欸 我以前是開阿提斯前驅車嘛 就覺得啊沒關係就是這樣 可是四驅車真的是 你在過彎的時候 它真的是抓了地面直接這樣過去 然後因為這個車子又很討厭 它0到100 只需要4.2秒 所以我就會 三不五十就是這樣 踩一個就出去了 直接貼背感就到了 然後我就很容易開很快 所以它在過彎的時候 我可以七八十 一百過彎 大家都超穩的 只是你的心臟夠不夠大顆 然後你的技術好不好 所以 要對自己有信心 然後你也要確定你的技術夠好 你再去做這個危險動作 技術好 要有信心也不要這樣比較好喔 但是我覺得它會讓我這樣做 就是因為 我開這台車它給我的是 安全感 跟它的穩定性 所以我才敢這樣開車 所以我覺得 覺得它整體到現在都 非常非常滿意 因為我現在還有 1500公里的那個 免費超充 所以我到現在 目前沒有花任何一毛錢 然後因為我是可以 就是 停車免腳 停車費的 你看滿滿的 都不用錢 很生殖人心耶 對我們這種小之女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吸鼻子最高 那現在就是我對這個 21年式的Model 3的一些 個人小小的使用感想 對那如果說你覺得有什麼 也是很吸引你啊 或是你覺得你很喜歡的 一些功能配備 我沒有講到的話 歡迎你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那我今天這隻Model 3 不顧車 但是是使用心得的影片 就到這邊 如果說你有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喔 那 我 繼續使用我這台車喔 哈哈哈 掰